三十一个工会和中学生团体今天举行公投 决定是否反对港区国安法和发动罢工罢货 香港酒店工会、新公务员工会和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等 组成二百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 在全港二十六个地点设立票站被工会会员投票 表达对港区国安法的立场和罢工的意向 目标是有六万人参与 新公务员工会也会表决反对政府动身等议案 至于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 也有七个票站给中学生投票 决定是否罢货 投票会到晚上八点结束 政府昨天发声明 说区议员借出办事处做公投票站 与执行区议会职务无关 有关营运开支将不获法还 有区议员批评政府打压 我们是不会向这些政治打压 低头 区议会的职能 包括就影响有关地方行政区的人 的福利事宜 是向政府提供意见 而我们今次收集的意见 就是用来反映回政府听 我们今次公投的内容 并没有提及任何反对国家安全立法的字眼 这个很清晰 而就算有工业行动或者具体行动 也都是问同事会不会影响自己界别的权益 所以我们对于政府将我们今次参与今次公会活动 定性做一个反对国家安全立法 定性做一个政治活动 其实我们觉得是曲解了我们的意思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